今天我们在大嫂家吃饭 今天是大嫂的孙女 过生日 我们买了一点这个 牛奶给她 每次来都买东西破费 你们老个负 一家车 这么点都不好意思 走去吃饭 现在去带八角去了 这块小的 等于他们让我爬的小的 不知道你爬得不得 你爬得啊 我们的朋友 你信你你只让隔天啊 也可以啊 小心点啊 就要拿一点 拿个劲就要拿一点了 要找地方做好好的 快有那个压干的 不怕大嫂放心吧 嗯嗯 哇 你从那里摘下来就得了 从上面摘下来 下面把握到的就留啊 你随便你过一季一点点 还可以上季一点不 可以啊 再高你不要上 哇 好厉害 你看小丽 小心 安全地啊 我拔完了 我这个这么小 当然了 啊 还要拔哪些 看我 我爬小的吧 好厉害啊 你看大嫂 哇 大嫂爬那车 那时候水点会拔不出来 嗯 大嫂太厉害了 嗯 就说厉害 还是练出来的 嗯 嗯 是啊 所以说 所以说 朋友们看我们这个八角 到你们手上都是直接能吃的 大家不知道我们从树上摘 这个过程有多辛苦啊 真的 这么热的天 看到没有还爬这么高的树 这个树我都不敢爬到啥 太高了 安全要小心 注意安全到啥啊 安全第一 嗯 我来接 好 放放放放放 放 嗯 到了到了到了 哇塞 今天收了饭袋 本来是准备把袋装满的 天天要下雨了 看下来朋友们 看你静静的 看这个八角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好 我们现在就是说要太阳好 要晒 晒 10天左右才晒得干 嗯 有九公里满足大汗 所以说大家平时看这个八角来得轻松 是吧 里面下了单 收到后就能吃了 你们不知道这个八角从树上摘下来有多辛苦 今天没体验了是吧 对因为这个天这么热是吧 你们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原汁原味的八角 大山里面的 好香啊 天是幸福的 但是这一带还是有个有几十斤的 刚才在游乐园玩好不好 好吧玩 嗯 你去就买了一个这么多 买了这个东西啊 对 这是什么糖 这是什么糖啊 春色糖 回家再吃好不好 明天要读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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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要读书了